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 《利剑玫瑰杀青》,迪丽热巴美番全场,金世佳表现超预期 在经过数月的紧张拍摄后,备受关注的刑侦剧《利剑玫瑰》也是正式迎来了杀青 官威也是在第一时间发布了全员捧花杀青照,其中迪丽热巴美番全场 男主金世佳表现远超预期,可以说是让人非常的惊喜 电视剧《利剑玫瑰》是由实力派导演苏万聪指导的刑侦剧,看过《使徒行者》等剧的朋友 对于苏万聪肯定不陌生,他对作品的打磨以及剧情的掌控水准,非常的优秀 更何况此番《利剑玫瑰》聚焦的还是拐卖儿童、妇女的案件 现实意义浓厚,非常具有讨论度,也是让整部剧的看点十足 而从此番官宣的杀青照来看,作为女主的迪丽热巴,在休息了整整一十个月后的首次禁足 迪丽热巴的状态也是非常饱满,精致的五官搭配上干练的制服 可以说是每番全场,是整个杀青照中最为耀眼的存在 在公诉后,再度接触公检法题材内的作品,对于迪丽热巴来说也是一大挑战 比起检察官,迪丽热巴此番饰演的女刑警,则将更直接地面对罪犯和各种违法犯罪案件 这对于迪丽热巴对于角色的驾驭度,和整体的呈现都有着很高的要求 好在从此前官宣的海报以及此番的杀青照来说 迪丽热巴对于角色的把握还是非常精准的,因此非常令人期待她在正片里的表现 作为该剧男主的金世佳,整体表现更是远超预期 此前官宣阵容时,很多人觉得和迪丽热巴分属不同赛道的金世佳,或许很难与其产生化学反应 虽然有着丰富的刑侦剧经验,但如果男女主没有默契度,各演各的,作品质量也是很难保证 但此番杀青照曝光后,大家对于金世佳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认可 带着胡茶的造型,不仅更显成熟,而且还与剧中角色有着非常强的带入感与适配度 完全驾驭住了角色,最主要的是和迪丽热巴的CP感,看起来也是远超预期,非常的令人期待 除了两位主角外,配角中的尤志勇、李志、王毅哲、冯国强、高基才以及朱瑞等人的表现 也是非常的耀眼,整个阵容可以说是颜值、演技和人气啥都不缺,具有极高的水准 尤其是尤志勇和冯国强两位演技实力派的作战,不仅各自的实力非常强劲 而且都有着丰富的刑侦剧经验,更是让整部剧的质量和水准提升了一个非常大的等级,竞争力大增 以《利剑玫瑰》的制作水准,演员阵容的水准而言,绝对称得尚是刑侦剧里的高配置 尤其是女主迪丽热巴的超高人气,更是让这部剧的关注度大增 后续的热度和流量都将有极高的保障度,绝对的未波先火 随着此番的正式杀青,该剧也将进入紧张的后期制作中去,以讹厂的档期安排来说 《利剑玫瑰》也是有望在明年上半年播出,届时必定又将掀起新的追剧狂潮